炎炎夏日吃冰是最过瘾了 但是也要吃得健康才可以哦 就有一家德式的冰淇淋 它严选新鲜的食材 绝对不加现成的酱料 做出滑顺浓郁口感的冰淇淋 从宅配做到开店面 生意可以说是好的不得了 天然健康浓醇香的冰淇淋 哪里吃得到 台北市这家主打德式手工冰淇淋 强调冰品原料不加一滴水 春豆与牛奶当底 再搭配新鲜水果制作而成 让客人一吃就爱上 它的口感不输给哈根大师 但是它的价码应该是 哈根大师的可能一半吧 我觉得是还蛮划算的 北海道牛奶冰淇淋人气超旺 不只有让人齿佳流香的香浓 只要吃一口冰 感觉好像来到牧场 现场喝到新鲜牛奶一样 因为我们的东西不加香料色素 跟化学的东西 所以它的原料一定要够好 要不然后面会不香 所以我们的原料都是用 非常顶级的东西下去做的 消暑芒果冰淇淋 没有抢眼鲜艳外表 却有实在的天然滋味 或是这个蜂蜜冰淇淋 选用百分百的纯龙眼蜜 入口之后不仅不会太甜腻 反而有种清新的感受 一开始吃可能会觉得淡了一点 但是那个味道会在嘴巴里面 蛮久的 对 就会觉得说它很原味 店家还推出会唱歌的蛋糕 以私可以吃到四种冰淇淋 和热销上万克的布朗尼 中间还有六寸的慕斯蛋糕 简直就像个甜点party 冰淇淋的幕后推手就是她 李慧芝 原本是职场的杰出女性 为了让肠胃敏感的早产儿子 能够吃到好吃又健康的冰 就像德国朋友学做德国十八世纪 传统手工冰 从网购经营到开实体店面 订单不断 小小的冰淇淋不止天然健康 还多了一份妈妈的爱